金银玉珠 宝石陶瓷 这间占地面积不足31平米的厚实力 居然密密麻麻地摆放了5300多件价值连城的文物 豪华程度甚至不输定领 然而如此之多陪葬品的主人 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廉王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点个关注咱们接着往下看 2002年2月 农历大年初三的晚上 正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氛围中的 湖北省中祥市长滩镇的一户农家 突然在睡梦中被惊醒 外面巨大的闷响声 让他们的房子也随之晃动 紧张的农户在屋子里根本不敢出去 因为他们已经隐约知道 外面那群亡命之徒 就是一群对这里垂涎已久的盗墓贼 因为这里不远处 就是东祥县志中记载的梁庄网墓 具体的地点和人物介绍 就像一张清晰的藏宝图 也是因此从古至今 梁庄网墓都多次发现被盗痕迹 幸运的是盗墓团伙 始终未能得逞 然而就在今天 一伙贼心不死的盗墓贼 又借用春节的鞭炮声 对梁庄网墓实施了更大规模的盗墓行动 好在梁庄网墓不远处住着一户农户 听到冻见的农户 第二天一早就赶紧到乡镇报告 当地收到消息的文物工作者 也迅速赶到了现场 他们发现 昨晚的爆炸 不但已经把墓室炸穿 就连墓室里面的结构 也一爆炸变得不容乐观 眼前的情况 让考古人员忧心不已 爆炸的冲击波 又会不会对文物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梁庄网墓里到底有什么 能让盗墓贼如此铤而走险 梁庄网周瞻晋 出生于大明永乐九年 也就是公元1411年 他是人宗皇帝朱高赤 十子中的第九子 玄宗皇帝就是他的大哥 而且这位梁庄网 不但仁爱还特别低调 除了兴建佛寺 赈灾师周 公元1441年 这位默默无闻的梁王 年仅30岁 就因为身染重病逝世 嗜好装 不过关于梁庄网墓中到底有什么陪葬品 却没有相关的记录 而且出于对文物保护的决心 当地专家一直都没有对梁庄网墓进行发掘 但是这次盗墓仔的疯狂行动 终于让湖北省文物局下定决心 要对梁庄网墓进行抢救性的发掘 内置的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和一个震惊全国的考古发现即将横空出世 发掘之前考古人员先对梁庄网墓的地下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查 梁庄网墓是整体呈公子性结构 分为前后两室 前室东西宽7.88米 南北近深5.34米 整个面积有42平方米 后室宽4.7米 近深6.6米 面积只有31平方米 这样的规模在同代的亲王中实在有些略显寒酸 再加上多次被盗 很多人都认为其中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物了 不过尽管如此 梁庄网墓的发掘工作还是有序的展开了 有了之前探查的数据 考古人员很快就清理到了墓道上层的位置 挖掘过程中 考古人员发现黄土回填层的下面是厚达10公分 且经过夯实的石灰层 花费了一番功夫 考古人员终于揭开夯土层 挖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建筑物 然而奇怪的是 梁堵石墙上居然还嵌着两块碑 这让在场考古人员疑惑不已 因为不管是明代还是其他朝代 记录墓主人生平的墓制名 都是放置在室内 离棺谷较近的位置 在墓道中 加气嵌碑墙 可谓是考古界的一个新发现 可是梁庄网墓制 为什么要放在外面呢 考古人员决定现场打开墓制一探究竟 众人合理打开了墓制后发现 较大的墓制是梁庄王墓墓制 较小的墓制则是大名梁庄王妃 梁庄王的墓制简要的叙述了她的生平 王妃的《矿制文》里则记载了一个七晚的爱情故事 梁庄王朱瞻记撒手人寰后 对年仅二十八岁才跟她在一起生活七年的魏妃来说 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痛 没能为梁庄王生下儿女的她 悲痛欲绝地想要追随梁庄王 得知消息的梁庄王皇兄立刻下了一道诏书 阻止魏妃殉葬 并让她把王爷的两个女儿抚养长大 没能殉葬的魏妃终日欲寡欢 十年后梁庄王的小女儿刚刚出家 她就一病不急 追随王妇而去 可谓是非常深情了 发觉到现在 考古令员已经基本了解了牧主人的基本情况 不过跟这些顺利相比 他们接下来遇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木刀挖掘到深入地表不到几米时 突然源源不断地往外冒水 很显然这些水不可能是地下水 但是因为发掘工作不能停止 考古令员只能一边抽水 一边继续挖掘 等挖掘到木到底部时 真相才终于水落实处 原来这些水都是牧室内 常年累月的积水 又抽了整整一天一夜 积水再全部抽去完毕 可见 这位梁庄王不仅仅只是低调 就连牧室也非常简朴 那么牧室中如此多的积水 会不会对牧室中的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让考古令员担心不已 不然能保护其中的文物 他们不由地加快了现场的清理速度 在考古令员的努力下 木道的全貌终于显露了出来 这是一个宽4.3米的斜坡 呈现出与山势相反的走向 沿着木道下行 一堵厚达一米的封门墙挡住了人们的去路 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堵石墙的后面 拆掉上层的几块石砖后 人们透过缝隙查看牧室里的情况 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木道中的一道鲜红的石门 不但只有半边是完好的 永道上还有一口很大的钢 如此诡异的场景出乎了在场所有人的预料 难道真的早已有人成功地打开木门 进入牧室了吗 见此情况 考古人员立刻拆开石墙准备进入 这时他们才发现 另一半的石门不但不翼而飞 陶缸旁边还有一件类似丝织品的红色物品 然而仔细一看 红色的物品竟然是半条红色的毛巾 如果说缺了木门 意味着牧室可能被盗 那么发现的这半条现代毛巾 则证明已经有人截足先登 随后的场景仿佛也在印证他们的猜想 由于牧室多年积水 水位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整个牧室里满满的都是淤泥 就像是一座烂泥塘 尽管如此 考古人员还是决定仔细查看 后市的一个角落里 他们果然在其中发现了疑似金银的器物 这时一个考古人员发现 后市的官床上隐隐约约还有一些大型的精气 尽管非常兴奋 考古人员还是先完成了手中的工作 因为发掘工作必须要慢慢的推进 不可操之过急 等到他们真正清理到后市时 更多的惊喜也随之出现 考古人员的心情像是坐了过山车 一下从谷底直接升上了高峰 并不宽敞的后市一共有三座壁龛和两座官床 壁龛分别位于东西北三面墙壁正中 其中一个壁龛里摆放着三个瓷器和一把刀 除了壁龛和官床 后市的两侧还各有一座灯台 东侧的灯台上还有一口破碎的陶缸 陶缸的样子跟木门外的那口缸几乎完全一样 另一边一直在清理地面的考古人员也发现 淤泥中还隐藏着不少的宝物 根据经验判断 更多的文物应该还在棺床上 位置居中的这座棺床 应该是梁庄网的 西侧的属于王妃 清理完王妃的棺床时 他们发现棺床上除了四个角放有钱币 就没有别的器物了 由于遍布淤泥 梁庄网目的清理方式也比较特殊 不但要先用竹签剔除掉淤泥 用手再捏一下 还要再运送到指定的地方 用水筛洗以免有细小的文物遗漏 剔除了淤泥后 这些500多年前的珍宝 呈现出夺目的光彩 这些精气即使是在淤泥中 也依旧是一以生辉 金盆金壶金钉金手镯琳琅满目 在泥土中更显壮观 看了眼前数量如此之多的珍宝 考古人员终于确信 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堆满珍宝的宝库 事后统计中 文物工作者惊讶地发现 梁庄网目中出土了包括 金银玉珠宝石铜铁千锡瓷陶 漆木石骨架器等等在内 各种材质的文物 共计5300余件 谁都没想到 这么一座看起来规模不大 建造简单的王爷墓中 居然会出土如此之多的文物 至此 梁庄网目已经成了湖北明代墓葬中 发现的保存最好文物出土及品类最多的墓葬 而且这些文物中的绝大部分器物都被摆放在了31平米的厚实中 这相当于每一平米的面积内都密集地摆放着百余件文物 但从出土文物的数量来说 梁庄网目已经超过了目前所有已知的明代清网墓葬 至于一项青年的梁庄网目中 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珍贵文物 这可能跟他的兄长有关 毕竟梁庄网虽然为人低调 但是他毕竟也是一个王爷 黑葬品自然不会太过寒酸 当然这也仅仅只是有一个猜测 更加具体的原因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破解 所以我们现在的梁庄网目中